接收 那可以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兩者的差異 那這是傳統的做法 那比較傳統的做法跟PER實驗一樣 那紅色的部分是使那個 有差異的地方 那我們這邊是使用固定的data ray 80k 那一樣 在這邊在 Market ray的實驗裡面 我們這邊我們這邊子一樣就是跟PER一樣我們會引力學完之後 會delay 這邊會delay5 delay5秒 然後呢設定一個中段之後開始就是開始傳送資料 然後傳送資料完一樣一樣 一樣 就是Pockets送完之後呢 等到等到環圍結束之後因為等待等待一段時間然後繼續送出正確的就是我們真正真正要轉不是beacon 上面是beacon訊號 下面是正確的data data data的data 就是我們要丟出去的data 然後一樣 就是技術 一樣打3000次 那接收段也是一樣 接收段在initial結束的時候呢會進入weganradio模式就是我進入睡眠 然後在這邊等待資料 看資料有沒有進來如果沒有就wait在這邊等 那如果等到資料進來的時候會檢查確實上是不是正確的 那這邊是這邊這邊接收的是指那個beacon的訊號 如果beacon訊號接收到但是他確實上錯誤那一樣又是重來就是 等下一筆那個資料進來 那如果beacon進到正確的時候就會在那邊等 等待時間等下一筆的那個data 正確的data進來 然後等到資料進來的時候如果他要一樣就是 重新再等一筆新的那個beacon訊號如果是 如果是正確的資料然後就是 直接處理然後看肯然後結束那一樣一樣如此的做法就是 TPS端就是打3000次 那這是 就是限時能不能感測器的做法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那個 那個對照組 那 實驗組不好意思 那一樣 我們的紅色部分一樣是有差異的地方 那我們選的是20K跟80K就是 我們實際上有混合兩個data rate 那再來這邊是那個流程圖 那紫色的部分是指跟 跟我們原本對照組是不一樣的 有差異的地方 那主要一樣在發射端的時候會initial完之後 這邊會initial成80K的data rate 然後一樣送出一組 那個beacon的信號 然後beacon信號送完結束呢 在這邊會重新initial成20K的data rate 然後看個加一 發射完之後看個加一然後結束 那接收端也一樣 initial完結束之後呢 會先進入 那個會切到80K 接收整個那個 VegaB有沒有進來 在這邊等待 那如果等待一樣 check上要正確 如果不正確就重來 如果正確的時候 就是 就是在這邊 重新initial initial說 initial成 是不是 initial成20K 然後一樣在這邊等待接收 等正確的資料進來 然後一樣看的 然後就是比對發射端跟接收端 發射端3000次接收端是多少 多少筆資料 那這邊是我們 Market rate的實驗結果 那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我們在20K那個 那個模式下 它有 微量radio消耗 就是 73.3 內容安培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縱軸這邊是 KTGL rate 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 比亞 那 混合20K跟80K的時候 它是 0 但是在 就是我們傳統使用 只使用80K的時候 它Package jarray是 達到1.65% 那我們 我們這邊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使用 那個80K 或是混了那個 Marty rate的時候 那個 Wagon radios 那個消耗的那個 電流大概是 26.7 內容安培 就把 把時間乘上 它的電流 都取出來 另外的 那接下來 就是介紹 我實驗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那個 研究的另外一個 實驗就是 Cache的機制 那這是我Cache的那個 機制的那個 硬體方塊圖 其實跟Marty rate 差不多 只是這邊我們 加上邏輯分析 跟示波器 然後MCU 來採 那個 翼龍的 1m78p419 因為 這個MCU 它比較簡單 它 RAN小容量 它比較便宜 然後 就改 採用組合語言來撰寫 那這是我們 那個 實體的 實體的線路圖 這是邏輯分析 然後勾上 勾上 MCU來 測量這個 整個 實驗的信號 那這是我們 實體的電路板 那我們當我們 Cache Cache在實驗的時候呢 它一樣 我們借用那個非同步模式的那個 那個 圖來看 一樣 PS它會發送 一張串 那個 的信號 但是我們 微感起來的時候 這一個點 這個點 我們會做接收 那來做接收 那以傳統的做法的時候 我們 一般來說 我們都以前 以傳統做法 我們都直接用 WEE 做數據量 這直接 當我們 接到 接收到資料的 這邊接收到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從 WEE裡面 去讀資料 每 每 讀一筆的時間 是7.55 但是如果我們加了一組 Cache之後呢 每次 每次在讀的時候呢 先不從WEE去找 先從Cache 去尋找資料 說筆的時間是60.4 60.004 Microsecond 的時間 時間縮短許多 那我們在Cache的 實驗 結果我們就很明顯 如果我們沒有使用 Cache的時候呢 每次比對的 消耗電流 大概是41.90 NanoA 那 使用快取之中 每次比對 ID的消耗電流 是 0.33 NanoA 就是 那 這還只是比對一筆 當我的系統裡面 只有一組 一組ID的時候 的電流 如果 如果我每次進來ID 他是剛好在DataRate最後面 比如說 他有6筆 他要比6次 這邊就要乘上6 越多就越耗電 那在這邊 在本論的實驗裡面 我們是提出一個做法 跟一個論點 然後並且 這個東西是可以改進能源耗損 而且可以用在比較便宜的IC上面 然後所以我們沒有真正 明定我們的那個快取啊 深度 然後在實驗實際使用產品上 快取的深度跟 完全取決於我們使用的IC 如果用的IC越好 那 當然這個 那個 那個深度可以越多 那 當然 那個成本就會增加 那 那 這是我們的結論就是 當我們在MatiRate的時候 如果使用低的傳輸速率 雖然可以取得 叫穩定的風暴 但是 我們的那個 整體的平均耗電流 會過大 那使用 比較高的傳輸速率的時候 因為傳輸速率較快 然後 消耗電流較低 但是會造成那個 PKG L-Rate 升高 所以要知道 資訊要重穿 那如果我們使用那個 混的傳輸速率 就像MatiRate的時候 我們使用穿真引線的方式 然後取 高DataRate跟低DataRate的優點 就可以讓整個系統更為省電 然後風暴傳送更為穩定 那Cache的部分是 當我們在風暴進入系統之前 如果加入一組 加入一組Cache 然後讓他加快那個ID的比較 然後就可以有效降低整體系統的耗能 然後我們在未來 未來的部分 那個MatiRate 我們會混合不同的傳輸率 因為我們使用的是非同步模式 所以會再加入跳頻的機制 讓整個系統也會更加的穩定 那 Cache的部分 我們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 目前他是可以 可以使用那個快速的判別 但是我們沒有加入黑名單 就是說 非網路群組裡面的名單 因為平時有可能這些都視為雜訊 那我們可能也是會去做比較 如果能加入黑名單 他就是 可以加速你 是 不是我們群組內的資料進來嗎 然後馬上就排除 馬上就進入 睡眠 那如果 這個ID沒有在黑名單 就是在白名單檢查 白名單就是我們正確 從DoubleE裡面 裡面有的名單 那 就是會更新那個 那個黑名單的那個表格 就是快取的表格 那未來我們也會應用不同的那個 深度 與演算法 然後找出其他 更省電的機制 那 這是我的報告到 謝謝 下集 谢谢观看